纽克伦新中式N2系列钢丝绳电动浮路安装指南 使用支撑块支撑固定侧墙板 使用移动搬运车支撑移动侧墙板 松开移动侧传动齿轮上的螺钉 松开移动侧两边摩擦环上的螺栓 松开移动侧两边墙板外侧丝杆螺母 用内侧螺母同步推动两侧墙板向外侧移动 若通过吊装孔吊装移动侧 连进吊装电机 通过葫芦吊装孔将葫芦吊装至主梁上 整体调整葫芦位置 使固定侧车轮位于主梁下盖板上方 松开移动侧两边内侧螺母 并用外侧螺母同步推动两侧墙板内移 确保轮源与下盖板间距3到5毫米 按照规定力矩拧紧传动齿轮上的螺钉 按照规定力矩拧紧摩擦环上的螺栓 按照规定力矩锁紧移动侧4个丝杆螺母 现场通电后 及时将高度限制器按照调试说明进行调整 按照电气箱门内张贴的调试步骤 完成超载限制器调试 移除起升 运行减速机透气阀运输保护装置 激活透气阀 安装完成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